如果人这个异性一跟他接触 就是比如说比较亲密的身体接触的话 就会倒霉 之后不是发烧啊或者重感冒 就是身体受伤或者闯红灯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很简单 你的境界高到一定时候 这个护法人就不容许你做这种男女之事了 而且会倒霉的 不停的倒霉 每一次都会倒霉 形式不一样的 在我们澳大利亚有的人 只要一做夫妻之事 那个社会福利部给他的津贴 马上就扣掉 一会儿给他麻烦 一会儿来封信 一会儿怎么样 倒霉倒得够呛了 我告诉你 那对方也倒霉了 主要是对方 一个人倒霉 两个人都倒霉啊 都倒霉的 为什么 这种事情就是说 你已经是菩萨了 境界了 你怎么还可以做畜生事情 就是说你是个人 你怎么还可以吃狗屎啊 对不对 互法人很多的 就在他的身边 没有办法 互法人太多了 因为你已经到了 菩萨的境界 你已经修得很好了 你不可以做 你一做的话 马上就惩罚了 这个现实报的惩罚还好呢 惩罚完就消掉了 有的报你记住了 当时不惩罚你就完了 嗯 是是是 那容易 容易爆掉 肯定的 我告诉你 很多男人死的之前 眼睛里一幕一幕 一个个女人都出现 就是过去 有的死掉了 没死掉 他就在你眼睛里会出现 实际上已经是 功德本在给你看了 你已经害了多少人了 就是你觉得 你想到他 想到他 想到他 你就会觉得 我对不起他 对不起他 对不起他 最后自测而死 自测而死 就直接不隆东就翻下去了 嗯 啊 就这样 真的很可怕 非常可怕 而且 而且 这要看穿了 有什么意思啊 这肉体 这这这这这 哎呀 明白吗 好的 其实眼睛看看很喜欢 其实 其实这种快乐 从眼睛里也能得到快乐 你看着人家喜欢的话 你其实 眼睛 就像妈妈爸爸 看见孩子喜欢 那也是一种爱啊 对不对啊 不一定非要跑过去抱抱啊 摸摸啊 揉揉啊 这个没意思的 你喜欢的你 你眼睛就能散发出爱的光芒啊 对不对啊 嗯 嗯 从眼神中直接感受出来 感觉 啊 你到天上的时候 其实 其实握个手啊 眼睛看一看 已经像人间 已经爱得很厉害了 心里很满足了 他到了天上 他没有这种事情的 因为天界 他没有做畜生事情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